不是 这些人都在想 柯文哲 完蛋了 完蛋了 我的阿伯出事了 我想都胡说八道 可是我真是真的觉得 阿伯出事了 刚才讲 我就觉得莫名其妙是 牧口公司干嘛今天要发生民稿 而且刚才讲 不是此地无三半两 还把你的四千多万的钱给捐出去 捐出去以后 你去了解整个牧口公司才知道说 今天这个李文娟 还有牧口公司是跟你柯文哲 所有的账目都连得上来的 是 我跟你讲 现在真的所有人一一 全部都跳船了 你知道吗 现在连前牧口公司的总经理 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都讲到说 我事实上我没有任何权限看这些账 他说我以为很穷 我以为牧口很穷 结果没有想到牧口竟然从 那个晋办这边拿了三四千万 所以他就直接讲 他说其实连我都是人头 一个牧口公司的总经理 说 之前的总经理 说自己是人头 那我问你 那谁不是人头 当然就是李文娟嘛 我跟你讲 李文娟他一个人身兼三职 进办这边的一个会计的重要人士 再来就是那个牧口公司的这边的头 那还有连那个什么基金会也都是他 他一个人拿三个在那边盖来盖去 这代表什么意思 钱这边进来 这边出去 左口袋留 右口袋留来留去 都是在他手里面 好 刚刚那个吴董讲的 那谁是最终受益人 我跟你讲 柯文哲如果你本身是干净 是没有犯罪一个意思的 你如果知道你下面人这个账稿 你应该讲说 你怎么可以外面成立一家木口公司 你这样子没有利益关系人的问题吗 贪污不讲吗 贪污都是长官知道的啊 所以就来了 如果你今天柯文哲对于这个 你下面人去开这家公司 然后还一手包管你们这三边的账 代表什么 代表你知情嘛 那如果你知情的情况之下 我问你 如果你所有的钱 原本就是要回捐给你民众党的话 你放在你总部就好了 你为什么这么贵 这么贱户 你还要另创一个木口 然后这样弄 为什么 因为你一开始是不要捐给你民众党的嘛 因为你一开始是想说 我钱到木 用到木口 木口账不用对外公布 我要怎么弄 我要怎么弄 谁知道 我高兴的时候捐回给民众党 我不高兴的时候 我留着我自己用 谁知道 不是我们随便在讲 这个北捷的董作 李文忠本身以前在北捷的时候 就发生过什么事 他在2019年的时候 竟然他们可以买那个官 就变他自己官邸嘛 他竟然企图透过北捷购买单户 要价9500元的捷运大桥头战的 大桥头战的连开财 当作他个人官邸耶 所以这个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这个人是有私心 他会用特权的方式 想要来为自己弄一点好处 那这样的人 这他的官色 他想要花9500万 买这个地方变他的官色 后来是被谁 还好我们市政府里面一个秘书长 张哲阳 人家还是有良心的 就是说退请在意 但由此可见 李文中这个人绝对是有私心的 宇雪 你说今天柯文哲会羞狗了了 第一个 彭琛森今天以被告被地检署约谈 你说完蛋了 他被约谈被放出来了 被放出代表他是不是全招了 如果全招了 那对柯文哲来讲一定非常不利 另外一讲说 今天他不是举行这个记者会吗 你说不举行还好 举行了全台湾炸锅了 因为整个全台湾人都在看这个说谎大会 宝林哥是这样满口荒唐言一笔笔烂账 首先你要知道 现在柯文哲不是这个记者会而已 这个是假装蓬勃 同时现在有两支箭都射向他的心脏 而且这两支箭你在干嘛吗 比速度 比速度 看谁先让柯文哲倒在地上 首先我们先讲彭论森 彭论森你自己看喔 今天他明明是以被告的身份 诶 奇怪 原本约谈他来讲他应该是证人喔 但他还说什么 说哎呀 我没有办法如席出席啊 我的律师在国外 我要请假 史上最好笑的理由 然后呢 就被转备告了 转备告之后当然你得要去嘛 就逼人就犯 但是怪是怪在彭论森竟然最后放出来了 所以你说喔 今天检察官让你拖延的时间都没有 照一讲这个案子都已经这么久了 你再拖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也没什么了不起 可是你说检察官在比速度 连这个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的时间 都不让你拖了 当然没有时间跟你在那边拖拖拉拉 等到8月20号 直接把你彭震森就以被告声的约来 所以你看喔 最后面他有什么 限制宿居 限制出境出海 结果就放了 这代表一件事情嘛 彭震森决定什么都糟了 你不相信都对 你看一下彭震森现在的样子 把你再看看 骨瘦如采 瘦成这个样子 这代表他压力三道 对比这两张照片 你看 以前他碰瘦要碰瘦 以前还蛮有这个官样浮像的 现在 瘦得像一个老头子了 对 他现在只想要平安的回家 所以代表彭震森他咬的死 只能有一个人嘛 副市长能咬谁 就只有市长 而且不只这样 就像他们今天民众长 所召开的记者会 要解释这个假账风波 那你会怎么定调 刚刚倒帮我们看 那个假账风波 那个记者会 你说根本就是一个 推责任跟说谎大会 首先第一个 他们从头到尾只有一种解释 这个解释就是 会计师搞砸了 会计师胡搞瞎搞 就把你猜什么着 马上就在我们刚才彭震森 的时候会计师直接否认了 因为他们是不是说 端木正呢 为了便宜行事 福报烂账 就端木正说什么 关于柯文哲 甚至先进申报案了 我们干嘛 他说我全部都依法令规定处理 而且他说 会相信还我清白 所以代表一件事情嘛 两边现在说法都不容啊 可是黄山先生不是不是讲 你知道黄山先生 把刀子怎么样 戳向端木正的吗 他讲 快计师第一个错误就是漏报 累积到后面的结算 结果结算的时候有短查 短查所以要说明 端木正竟然没有做完声明 也没有跟进选手不讨论 结果自行做了调整 他说虚报是会计师虚报的 我坦白说 如果这个会计师真的虚报 那他也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会计师 你知道为什么吗 会计师唯一要做一个工作 叫做签证 签证你知道什么吗 你拿来收据 你拿来交款单 你拿来金流 我把相关的文件 做一个统一的整理 他都会留一个会计师底稿 而且是每个礼拜 每个礼拜要做 那我请问一下 今天黄山珊 把所有责任都送给他 那我请问一下 所以你提款也是会计师 帮你领钱的吗 你汇款也是会计师帮你汇了吗 然后作帐是他 你这个会计师作帐的 那你签证 登记是会计师登记的 你签证是会计师拿来呛压你 去逼你签证的吗 都不是嘛 所以黄山这个叫做胡扯 而且对啊 今天这个签证刚刚讲的 不是会计师自己签证就算了 今天李文正要签证 黄山珊要签证 柯文正要签证 就你们签证你们都不算 对不起我们都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都给会计师骗了 对我跟文文讲 这个签证多复杂 第一个你首先要有财务办 财务办是谁 就李文中的妹妹叫李文娟 那财务办呢 他有人提出计划 然后拉球请晚单之后呢 他要干嘛 他要经过张牙龄 也是社会立主任同意 他要经过谁同意 周宇修同意 周宇修同意之后 最后要送给谁看 竞选总干是黄山珊看 黄山珊他还要跟柯文哲确认之后 他才可以去签这个名 否则你怎么可能花柯文哲一千万 他不跟你计较 他这么爱钱的人 对 所以你看 这个情况之下 你怎么可能说 你们这些人都傻傻的 被会计师骗了 然后签了一大堆东西 提供给会计师 或者是说 会计师真的凭空去 捏造你们的签名 捏造这些评证 哪有这个可能 少来这一套嘛 而且他今天讲说 我们是很负责任的 我们每个礼拜都在做照 我们每个礼拜都按照什么 他都会讲 按照监察院提供的表格 我们都已经做好照 你每个礼拜都已经做照了 每个礼拜都已经弄好了 每个礼拜都弄好了 又交给会计师 就你现在告诉我说 会计师来不及 今天连陈志涵 陈志涵居然竟然 用三个进染 好像这个会计师 是非常糟糕 这个会计师非常恶劣 这个会计师非常胆大包天 他说端木正的回应 是因为时间来不及了 才有很多漏报的状况 所以呢 便于行事 擅自调节 所有的资数都有明细 有收据 但是会计师 没有报给监察院 而且厂商竞选总部 都不知道 保险哥 所以我那欣然陈志涵 用三个进染 我就送他三个哗然 对不对 取国哗然嘛 我就问第一件事情 你说你每个礼拜都有坐上 每个礼拜都有记录 那请问记录在哪里 今天应该要公布出来啊 代表说我几月几号的时候 我曾经申报过 也没有嘛 对不对 因为你要甩过给会计师 你还给我看 再第二件事情 他说 哎呀我们总共呢 会计师漏报了 家需报了 误报了 1817万元台币 好 那我跟讲 你讲这个你就完蛋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们到目前为止 保洁哥请问一下查到的金额 大概多少 916 916 所以你中间还有901万 哦所以是901万 我们还没刷到 然后会计师也服报啊 再来你说 哎呀应该是 他压到压线压到最后面 然后呢 所以他自己才乱报一通 怎么可能 我就问一件事情 你如果每个礼拜提供给会计师 那会计师他我们讲 座帐的习惯 都是每个礼拜做 每个礼拜做 他怎么可能跟你积两个月 然后最后再一次做 那请问一下 这些收据这些评证 到底在哪里 因为今天是看起来 而且台湾民众党 还弄了一个图 弄了一个梗图说 我们是委托会计师 会计师说时间来不及 结果漏报 漏报的金额 大概2000多万 分9笔申报 他说会计师没有跟季学总部下 自行把短差的金额 申报给时乐 尼奥 木格肯公司 可是不对啊 如果你今天是会计师 觉得有问题 会计师退回去就好了 叫你季学总部做账就好了 哪有说 今天会计师觉得有问题 会计师还要想办法 帮你找科目把钱给吹进去的 保险我还形容这个场景 这个场景就是 这个会计师非常的不认真 提供给他一堆证明 然后他竟然都不愿意签 然后最后面 这个会计师 才自己非常认真的 做什么事情 他开始 卫造了缴款单 卫造了提款单 卫造了收据 卫造了发票 卫造了所有记录 还要一笔一笔 把这些金额算起来 兜起来 你觉得有这个可能吗 当然没这么可能嘛 再来你看 他说我们这个支出 都有凭证 而且人家讲的 你不要再骂了 他们讲说 我每个评审 都没有跑到个人的口袋里面 而且黄山这些讲 中间没有人伪造 任何发票及支出证明 每一笔钱 他特别讲 每一笔钱 都用在选物上面 没有洗钱 没有欧龙谁动 你们不要再诬赖我们了 好好好 把这个那我就问几句 简单话就好了 请问一下 那916万最后去到哪里 到现在还是没答案啊 我今天好奇的 是尼澳公司说 我没有这三笔钱 这三笔钱是916万 我没有 你们没有钱给我 可是你们报在里面 我要问的就是那916万 那你就跟我讲916万 如果你真的是说 他有所谓的福报 真的有所谓的虚报 你总有欲钱 可以兜出916万吧 那你就把那个 兜出的916万给我就好了 那你后面拿那么多的箱子 你后面拿那么多资料 我不重要 我不想知道 我想知道的是 那916万是怎么来的 对 宝典哥 结果他没有兜出916万 他兜出了1817万 我都不知道这群人 到底脑子里装的是什么 真的很奇怪 而且各位你仔细看喔 他提供的这17笔叫什么 误报跟漏报 就是所谓的凑起来是1817万 对不对 但他最后面的文末 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数字是什么 又变成2000万了 然后这个数字 跟我们讲的916万还是都不容啊 所以你的意思是跟我讲说什么 我跟你讲啊 你这个都不要胡说八道 因为如果剪掉 真的查下去 宝典哥你知道他会查什么吗 会查什么 他会查金流 但查金流的时候 因为我跟你讲 数字都不一样 比如说这916万 有些是500万 有些是200多万 所以他看了提领记录 一定是说 你是不是从户头里面 拨出来500万 200多万 而不是说 如果是按照他讲的 他应该是几十万 而且你知道吗 我今天看到了程世函 把这个东西拿出来 我觉得你是在侮辱我的智商 你在侮辱我的智慧 你根本把我在电视前面的人当 你今天弄了很多的发票 说我跟你要 本来就有合约 我本来就有互动 我本来就有发票 废话 你本来就跟他有合约 我知道啊 假设说你今天跟他合作 有1000万 可是你家报了1500万 你多了500万 人家你要说 没有我没有收这500万 我好奇就是那500万 你把那前面的1000万里面的合约 我当然知道有啊 你把1000万里面 据悉迷说我有 我有这笔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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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跟你要有关 我当然知道 保安哥文强 你搞错一件事情了 我要帮你更正 你刚才说这些一堆发票 对不对 我都一个一个仔细看过 根本不是发票 一堆新款单 所以那个东西是他们爱怎么写 那怎么写 连发票都不是 根本不是发票 他们好当更笨了 对 你如果真的有证据 你应该拿发票 我就看了老半天 想说怎么给我们一堆新款单 新款单 对 那你仔细看 黄珊珊这个说法更好笑 黄珊珊 讲了老半天 然后第四点 她说什么 她说 虽然我们委托她呢 拿这个会计师在清洁的时候呢 应该要呢 如实的去集合 她说 结果会计师呢 竟然做了很坏的事情 她干什么 就是我们给她发票 我们给她评测 我们给她收据 结果呢 她都不处理 然后最后呢 自己虚报 自己辐射 而且她讲第二件事情 她说 而且我们的财务呢 确实是有参与在其中啊 只是我们财务呢 财务呢 也没有这个认真工作 所以大家呢 代乎之手 没有善尽责任 所以我们才会重大这些数字 而且我觉得最好笑是 她的第九点 第九点 我是觉得 让我有点毛骨悚然的 为什么第九点 我觉得毛骨悚然的 打不开 尼奥公司负责任 代女士是我的朋友 可是代女士 已经透过记者 已经接受访问说 不要再叫我三有有了 我跟她不是朋友 我跟她只有公务的合作关系 为什么人家 已经接受了访问 已经报纸都登出来了 已经亲亲出讲了 她不是三有有 她跟你没有私人的关系 你在这边还要特别强调 尼奥公司的负责任 代女士是我的朋友 你现在还要把她绑在一起 她想下车 你不让她下车 对 保重跟我们讲 这整个体制事件 到底为什么会爆发 因为很简单 尼奥跟时乐 其实他们爆发这件事情 说发票理由就是 从木可公司开始嘛 那时候是不是木可 被大家查出说 哎呀 有这个假账的问题 甚至是呢 有可能虚报的问题 那你请你想想看 如果今天木可会出事情 的话接下来会查到谁 尼奥 尼奥跟时乐也会查 所以这个叫什么 自保 他们当然是为了自保 跳出来说没有哦 这笔金额根本就没有哦 但你要公司的负责人带女士 是我的朋友 对 黄山丽说 你别想啦 你跟我在同一条船上 休想西斗 又没有西斌 没有这个事情 就把它一起脱下水嘛 所以你仔细看看 这件事情 如果继续延伤下去 我在最后细数给各位听 包括我们讲的 诈欺罪也有可能违反 背心罪也有可能违反 卫照文書也有可能违反 甚至会有什么 商块法也有可能违反 税捐金资法也有可能违反 所以你想想看 这一二三四五条 我倒还没有讲政治现金 也没有讲政打法 请问一下 你觉得柯文哲你跑得掉吗 好 武导 刚刚讲的 这个竞选总部 现在如果把柯文哲 整个竞选总部的费用 一笔一笔掀开 我送他四个字 一笔烂账 我跑了政治三十多年 我从来没有看过 政治人物这样搞的 你根本把你的竞选总部 搞成一个洗钱中心 我们看到雨萱 你一开始搞一个木口公司 然后虚报名目 我就已经够扯了 你拿你自己的儿子当人头 我已经够扯了 你去砍小草 叫小草做牛做马 结果钱不给人家 我觉得也很扯 今天爆出来新的更夸张是 你现在竞选总部说 我给某某公司给了五百万 给某某公司给了一千万 结果现在这些公司 全部跳出来说 没有 我没有收到这些钱 如果这些公司 现在都没有收到这些钱的话 那五百万一千万 到底跑到谁的口袋 难道柯文哲 真的把自己的竞选总部 把自己的文宣费用 当成洗钱中心吗 宝兰哥这已经不是三大问题 也不是什么政治 也不是什么贪污的问题 柯文哲他这个人是 人格有问题 真的 因为我们看完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发现这不是什么 这根本是烂死一大堆 跟阿嬷的裹脚步一样 又臭又长数不完嘛 我送他四个字 一匹烂账 从来讲我们某某公司 我们讲做假账这件事情 已经很夸张了 结果后来发现 他胆大包天 因为他不是这样对某某公司而已 你知道他对谁吗 对谁 民间的公司 民间的厂商 跟他扒竿子打不着了 他也敢这样干 不是 你说牧口公司 左手跟右手 都是我自己的亲信 所以我爱怎么报仗 我爱用授权费 我要用咖啡包 我该用租赁费用 反正那是我自己的人 你不会跟我板我道 你连对外面的人 都敢这个样子 吃雄心爆子蛋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 你看今天就有家十二公司 透过媒体人看上去 跳出来说 不对 我们这个 怎么会发生这种怪事 因为他们去看了政治现金网 他们看到了媒体报道之后 发现说 我怎么知道莫名其妙 变成是我赚了的钱 我自己都不知道 他说来 第一场 12月17号 桃圆场 12月20号 新台币500万元宣传广告费 保安人员 你猜怎么找 十六公司说 没有 根本没有这一笔 莫名其妙 柯文哲帮我赚了500万 我们去查 根本没有承接这一项业务 我根本没有收底500万 可是你的竞选经费 里面有这500万 这500万跑到哪去了 就报假账 就直接就报假账 报假账 就是报假账 因为我没有赚到这笔钱 我也没有跟你收这笔钱 结果你帮我报这笔钱 这不是报假账 报假账是什么 而且各位 还不止一笔 他说我们还继续看下去 1月5号的时候 发现有一笔更夸张的 1087万8千块的转播费 那不然跟你知道 这荒唐在哪里吗 荒唐在哪里 你做假账你也认真一点 他说我们公司的业务 根本没有媒体转播 我们是代收代付投递广告的 你怎么会把我们写成是转播商 请你们将其更正 那你把这两笔 你知道是报到哪里去吗 报到哪里 监察院 你根本就是我们讲 胆大包天 胡搞瞎搞 所以你现在等于说 这有1580多万 甚至应该讲将近1600万 这个账是报假账 这个钱根本没有给厂商 结果你报出来以后 可能放在自己的口袋 而且刚刚讲的台南厂这个更妙 他说这个场地使用费 我们刚刚讲的 现在才知道 一般的场地都是2万3万4万5万 他这个场地费 根本给你虚报 给你服报 不但虚报服报 一样 你也塞到人家的账目里面 报到哪里 你知道为什么他那么计较吗 当然因为今天如果12公司 他这样报 然后到时候国税局查说 你们漏报了这几项 那个是要罚款的 到时候他们是要补缴税的 所以他们这个薪额 全部都灌水进去 一千多万 这个税不得了的 当然气流跳脚 而且各位保洁哥 我想有1就有2 你以为说只有这一家吗 没有 现在有另外一家都掉出来 另外一家叫什么 叫尼奥公司 因为他原本你仔细看 12公司说 我们跟尼奥呢 都是独自的法人 虽然登记负责人同一呢 但是各位不要混淆 视听 就后来发现 12也中奖 尼奥现在呢 我去一查 也中奖 他说我们呢 包括10月20号 尼奥公司 这个我们讲216万 也没有这一笔 11月15号 200万 也没有这一笔 总共三笔 莫须有916万 所以各位 这两间加起来 我帮你算一算 三千万 报假账 报了三千万 就这样这么夸张 而且保洁哥 而且他们是 10月公司 先去看监察院的报告 发现怎么 自己被灌了500万 被灌了1000万 结果就告诉尼奥公司 尼奥公司再去查 才发现 一个是216万 一个是200万 这个东西也是莫须有的 总共916万 如果我没有查 我都不知道 那如果查下去 那只有10月吗 只有尼奥吗 对 而且我有讲 为什么这两件事情 这一家公司会发现 因为我们昨天就在那边讨论说 木可公司这个 我们讲政治千金乱报嘛 所以厂商看到媒体报道 时候好奇说 那我也来去看一下 我的自己好了 就看了之后 你把我挂了三千万进去 到时候国税局来查 我这白口莫变 完蛋了 完蛋完蛋 结果保洁哥 我给你讲 不只是这样子 因为我给你讲 有1有2 那有3有4 你要去查了 我当然去查 我看12公司这边也中奖了 对不对 那尼奥公司这边也中奖 你自己看哦 柯文怎么办 报多少钱 12公司就2500万了哦 那尼奥公司多少钱 3500万哦 结果这两间公司 都同一个负责人 那我问一下 因为我仔细看之后 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 包括有一家叫做 时间的公司 我不知道他是谁 他这边也报了1000万 那一样什么 影音投放啊 广告费 那另外一家叫 神采公司 那我现在怀疑的是什么 我请这两家公司 你最好赶快注意点 赶快去查自己的账 因为如果你一查 发现根本金额都不容 然后或者是 没有这一笔账的话 那我讲 事情就大掉了 好 我们最近不是讲说 有一个小草 任劳任怨 非常辛苦的 把阿伯来做事 今天你要不要 你今天临时跟我讲说 我要这个所谓的 新务的发表会 我不眠不休 我半夜都不睡觉 我帮你赶出来 赶出来我帮你做了很多 你现在要竞选小务 就他说我根本都没有收到钱 然后我就无怨无悔 那后来 我们这个新闻都出来了吗 那就有人问他说 那你现在收到钱了吗 没有 我现在不是用政治人物来做评价 我是以一个人格做评价 你想想看 木可公司 这家公司 到底有没有在营运 不知道 然后里面的款项 什么授权费 乱汇一通 结果现在又被发现说 不只是木可公司 就连其他公司 连尼奥 连我们刚才讲到了 你都敢用欧梁赛 给人家乱填素质 结果现在更惨的是什么 人家讲代收代付就算了 结果你木可公司不是什么 你是代收不付 因为从那到晚 你拿了一千三百万售捐金 拿了民众党这些小草 辛辛苦苦五百块 五百块 捐了一大堆政治现金 结果你叫下游厂商 去帮你做事情 下游厂商是谁 做对的事 这是一个小厂商 就是说 他们搞了一个叫做 力鼎整合行销有限公司 对 这特别是在哪里 因为他们都是支持你 相信你 而且说 只要阿伯不放弃 卧门绝对不放弃 全部都是小草 那这些小草你知道多有心吗 说好吧 那既然阿伯需要我们 我们就来帮阿伯做商品 做这些建制 开发设计 采购销售 全部通通包办 那我也不知道木可公司 在来干嘛 从来到来什么事也没做 然后呢做完之后 好 那我们连钱都代付好了 就钱代付 就最后保迪哥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发生什么事 木可公司根本就不理他 没给钱 没给钱 然后说 这是你们家自己的事情 他特别讲到 我与团队无所不用其极 凑出了大部分的款项 我们就先垫付了 垫付了以后 他说 那我们就去问说 那你的钱要不给我们呢 他讲说 我们就遭到对方 不读不回 已读不回 然后无止境的循环 然后呢 我们现在已经造成 我们现在有很大段调 这些小物 都是我们自己 要承担最大的一个成本 他只希望说 这些东西你要给我们吧 就钱不给 不给以后 他最后没办法说 我现在还有你的库存 希望能够赶快卖掉 而且当他们卖掉 这些小物的时候 每卖掉一个东西 还要给阿伯 百分之十五 保留官 你知道这产在哪里吗 第一 木可公司 已经跟小草 收了大把大把 政治现金 进到自己的上内 然后呢 委托他 希望他能够制作文圈 小物制作商品 结果他也没有自己制作 叫给外包厂商来 就外包厂商又是小草 小草呢 还真的帮他做产品 帮他贩售 贩售完之后呢 结果呢 他又不给小草钱 惨到小丑要跳楼大拍卖 把这些商品自己出新 自己出新 要去垫付成本 但更惨是什么 保留官你知道吗 他们最后双边 告上法庭了 现在已经进入到诉讼结果了 你知道为什么会告吗 不给钱啊 因为到现在 各位这是2023年 12月9号的po文 不好意思啊 今年是结果假 2024年7、8月咯 结果你看到 他的留言说什么 款项还没下来吗 这是有个网友好奇问 他说对 我曾请你跟主席之后 还没有任何的关心 没人理他 代表到现在 还是不给他钱 钱还没有给他 他全部都自己付 而且现在 已经会修勾僚 专门帮了 为什么会修勾僚 你看到一个人的态度 陈沛琪 陈沛琪之前 已经很久没有发 脸书 脸书发了 已经说 他特别就问了柯文哲 刚刚讲的那三大爱 今天居然跳出来 跳出来说 我私立不中 我从来没有看过 陈沛琪道歉过 我也从来没有看到 陈沛琪示弱 他今天竟然道歉 今天竟然示弱 为什么道歉 为什么示弱 连他的儿子都被扯进来了 对 宝兰哥 所以这时候有两个字 所以是有急了 我跟你讲 陈沛琪真的急了 急到不行 为什么 因为这件事情 我跟你讲 烟烧到他儿子身上 结果他自己又自爆 我实在不知道 这家人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问题 那么一大堆 他说 哎呀 我这个一夜 辗转难免 他也睡不着 一夜难免 现在两个人都睡不着 柯文哲也睡不着 而且他说 柯文哲是 铁亲的一张脸回家 对 为什么呢 因为陈沛琪自己自爆 根本没有媒体写 他自己说 哎呀 我就想要开一间咖啡厅 然后开一间咖啡厅 因为我想说 我现在是公务员的身份 所以我不适合开咖啡厅 你看 他说公务员不可当公司负责人 所以时间 我想说 我原本想要在党庆的时候呢 开这家咖啡厅 但怕来不及 所以我先用别人的名字 等等 别人是谁 宝梁哥你猜猜看 别人是谁 他儿子 就是他儿子 所以他是 父子心切啊 像说这个事情大条 我不能害到我儿子 收到他儿子了 所以你看 我叫我儿子呢 入资10万之后呢 赶快呢 退休之后 再换自己当负责人 再投入自己的资金 就不会产生税务利益 台北店面不好找啊 所以我把公司呢 设成党部地址 宝梁哥你知道这个利益在哪里吗 我不懂的是 台北店面不好找 那台北店面不好找 代表你还没有成立咖啡公司 你还没有成立咖啡公司 你急着成立公司干什么 对 再来我们讲 不是你已经要成立一个咖啡公司了 成立咖啡公司哪那么简单 你要装潢 你要进货 你要人员编制 你要训练 这都要花时间的 你现在八字还没一瓶 你干嘛急着成立一个公司 对 通常都是我们找好地点 躺好租约 躺好房租 然后弄好算好我们讲的成本代价之后 最后开始要营运之前 我们再赶快把这个公司成立 结果他不是电脑怪 但我们讲这不重要 重要是什么呢 这个整个部分 这个叫做什么你知道吗 用人头成立公司 这就未造文书 这真是我们讲的 就是我们讲的假的 这就是违法一律 这个叫罪己造 他等于是把自己的罪嫌罪壮 直接呈藏证供 就可以提供检察官了 那你直接看下去 所以你看后面的讲究是 我是希望我能够回馈社会 等等什么 但最后陈佩琴竟然道歉了 他什么时候道歉过 对嘛 所以代表他真的急了吗 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 被人家告发 他有讲 我不知道这个违法 听些事好像说有人去告发 那我反过一件事情好了 如果你不知道 如果没有人告发 难不成你们就这样违法 直接把这个店 继续给开下去吗 不是而且如果 刚刚讲的 现在把柯文哲 这些所谓的 这个竞选经费的问题 这个所谓的 你掀开来 我觉得真的是一笔烂杂 刚刚讲 你现在用木可公司已经够扯了 木可公司根本是怎么讲 你用我的肖像 你去制作产品 你用我的肖像 制作产品 我居然要给你授权金 而且很多授权金 那你现在跟我讲出来 不对啊 那是因为他要帮我理货 他要帮我处理 这完全都不上 因为在账户上面 授权就是授权 理货就是理货 你根本把一般的人民当白痴 结果你这已经够扯了 对不对 你居然还拿自己的儿子 当人头 当儿头 当人头了以后 竟然还跟自己的竞选 总部放在差不多的地方 这已经够扯了 对不对 竟然你今天去 那个什么 牺牲小草 叫小草做牛做马 你不给人家钱 也够扯了 你今天还敢虚报 虚报账目 对 所以我们刚才讲了 刚刚从尼奥公司 到十二公司 这两间都是假账 结果他连木可公司 我都很怀疑 他是从大到小 通通全部都用骗的 因为你看哦 影音制作专案 这个东西我都怀疑说 不对啊 那宝德哥我访问一件事情 如果今天木可公司哦 他底下到底有几个人 他到底有几个员工 他到底设在哪里 因为他设在 他在跟柯文哲同一个办公室 对不对 跟柯文哲同一个办公室 那我就讲一个逻辑好了啦 比如说我要影音制作 那你想想看 木可公司他是会说呢 我大费周章 请了十几个员工外包呢 然后有这个员工的薪资发放之后 然后请他们来制作影音 还是说反正 我都跟柯文哲同一个办公室嘛 那我得到这个标案之后 我就叫里面的党工 直接来处理掉就好了 他为了这个问题存在 你懂吗 然后两百万 两百五十万就这样的开轮了 对嘛 不然我现在就请木可公司 请你提供给我 你的员工薪资证 我看看你到底有几个员工嘛 来包括我们讲的 胖卡宣传车 来你的胖卡科登记产权在哪里 再来授权金 这个是我对不起 没办法接受 因为授权金有一笔 两笔 三笔 四笔 包括商品授权金 但最后高达一千三百万 但我们刚才看到啊 那个出来哭诉的小草 请问一下木可公司 真的有做事情吗 没有啊 从头到尾 我们讲从产品的设计 仓储 物流 包包 销售 社群 网站 他说的都是我弄的 对 所以代表你木可公司 从头到尾没有做吗 那没有做 你怎么会收这些钱 说哎呀 那个待遇轮跑出来讲 发言人跑出来讲 而且应该讲的 你这个授权金 如果真的要是 做这个礼货钱 那你也给人家的小朋友啊 结果你也不给人家小朋友 那你钱跑哪里去了 对 然后再来我们讲了 你说 啊我们有中秋礼盒咖啡 录咖啡 制作竞选物品 服饰等等 我跟你讲宝贵哥 这个问题可大了 为什么 因为这些东西哦 木可公司做出来 是要卖给谁的 卖给外面的人人的 结果你今天民众党 竞选总部去买了 对 你花了大把辣的钞票 然后买了一堆这东西 然后你也不能送 你到底买这些东西来干嘛 不才有租车费 对 那最后最扯 你知道什么吗 来 四千多万 你如果说这四千多万呢 你用政治的先进方式 有捐回去给民众党党部 这个东西我们海大 还可以在讨论 问题是什么 没有 林远 从头到尾 这些莫名其妙 巧立名目 我跟你讲 跟正 拙裂名目的签 进到什么 全部到私人的户头 全部到私人的口袋 所以我跟你讲 柯文哲 你这种烂事一大堆 你真的完蛋了 好 现在你就在脸书 公开的询问说 这个授权金 怎么跑出来的 你说你完全不能理解 今天更夸张了 今天是两家公司 同时跳出来 石乐公司 还有这个尼奥公司 你说你给我的500万 你说给我的1000万 你说你给我的916万 结果公司 根本没有收到这些账 钱跑去哪里了 老杰克 授权金那个事情 礼拜三我们已经讲过了 就不用再讲 大家回去看 我们关键时刻就好了 授权金 你柯文才给木柯 那我合理 马上改口对不对 就变成是作业费嘛 我们就不讲这个了 但是你要知道 既然是作业费 为什么当时写人授权金 对 而且还势比嘛 你既然我今天是买咖啡 为什么会变成说 去买运动器材 如果是什么就是什么 你所有人都知道了 而且这个是会计师 有认证的账 这是总统选举人的账 这是报到检查员去账 刚刚宇仙讲的很对 其实说实在 这个都已经使公认员 登载不死了 你报去哪边都不对 你说这有伪造文书的协议了 太多东西了 第一个 你伪造文书是你这边 你使公认员登载不死 你害公认员写错 也是一条罪 再来是什么 福报 虚报 没给也报 那问题就很大了嘛 好 那福报 虚报 乱报 这东西我们要跟大家讲 我刚刚其实 雨仙已经跟大家说了很多了 但我挑几个点出来跟大家 就是好好的把奖金组 大家观众朋友都听懂了 你想想看 他授权金可以跟作业费弄混 就代表说他的账务很乱 但他有会计师认证 那会计师是都不用管嘛 会计师绝对比你我更懂嘛 那你现在时乐讲说500万 那你要那边讲说有两笔 对不对 看起来 巴哲克 时乐是完全没有拿到500万 也没有这个业务 你要听清楚 他说我根本没有这个业务 没有转播费这个业务 我没有这个业务 然后我也没有跟他拿到钱 为什么你报了500万 对不对 然后另外时乐他把他的那四笔 好清楚的都讲清楚 他说1月5号的 代购媒体网络直播费 他写在那个总部的账户上叫 播报费 他说我们不是这个钱 所以钱他有拿 但名目不一样 然后台南跟桃园的 他里面写的是场地费 场地费很简单嘛 我租场地嘛 对啊 可是他说我完全没有管场地啊 所以场地费报去哪里了 如果场地要租的话 对 也要人钱嘛 他没有 完全没有付场地哦 他只是活动执行费 就这两笔 所以呢每一笔 要不是每一给 要不然就写错 那你要呢 那是另外两个活动 他说你今天康仁俊 就跑出来讲 在这里 他说你要这两笔 12月20跟1月15的这两笔 也完全没有收到这个笔项 然后再来就是陈佩琪 陈佩琪他 他把这篇文章写出来 保洁哥有看到说 你意识到说 他好像很少道歉 对不对 我跟观众朋友讲 其实当然写的就是很 很沉情凯切 可是我真的 也必须跟大家讲 我其实 没有被说服 他说他9月27号要退休 先生要做小草咖啡厅 小草咖啡厅还上我节目之后讲的 当时就告诉他的 政党不可以经营 对不对 那你就政党不能 小草咖啡厅是在你的节目讲的 他今年在3 4月就讲了 那时候很多人跟他讲提醒 他说你政党不可以有盈利 不可以开设置公司 他讲到找人家合作可不可以 就找谁合作 找太太合作 OK 但我第一次宝杰哥 他今天里面讲的是说 我们希望咖啡厅赶快开 但我9月27才退休 我现在是公务人员 所以我不能开 有这么急吗 他是说为了2028 大家写的我一字不改 他说因为为了让2028 能够选上总统 所以我们就要有活动场所 所以我就要开咖啡厅 但我现在还没有退休 所以我就找我儿子来当 就开一个公司 这不是开人头公司吗 对不对 他儿子的名字 这不是开人头公司吗 然后第二个 你今天没有咖啡厅 跟选总统有什么关系 我们中华民国选过总统了 马英九 陈一扁 跟蔡英文 哪一个人自己找家人 没有咖啡厅完全没有影响的 再来 其实陈佩琪 他在民主党资产当中 是很受欢迎的 他不是也是医师吗 他小额科医师 他根本不用咖啡 他只要来跟大家讲说 我们今天怎么样做儿童卫教 怎么样帮小朋友 报的时候注意 一样会很多人来 互动不会有问题的 所以这个说法 没有办法被接受 然后最后一个 那总要设公司对不对 那因为为了求方便 所以公司设在党部 党部 所有开公司都知道 你要设在对不对 可以设的地方 你把它困在一起 所以包含暴障 跟这个开咖啡厅的过程 都很乱 然后还不止这些 我刚刚讲的是暴障 他还有三大案 那